那一般的西方医学的说 脚上的静脉里面呢 有瘀血块堵到 这个瘀血块很容易 回头会心脏造成心脏病 那他们去叫你病人吃阿斯匹林啊 中医的观念里面呢 我们为什么 我们不需要去那个S光啊 或者是怎么去检查 到底里面有没有瘀血不需要 我们心脏在这边到两个脚 脚离心脏最远的 当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出现就是在脚上面 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脚是凉的 那我常常利用这个观念 我们怎么知道 腿里面有没有静脉里面 有没有瘀血主在里面 很简单 脚是冷冰的人都会有瘀血 脚是冷的冰的 那你脚里面的血管 就好像河流在冬天的结冰的 所以你的脚是冷的 这个冷的是造成瘀血块的主因 那脚为什么是冷 因为心脏力量不够 心的热没有办法找到手脚边去 所以当你是脚是冷的时候 如果你用勺咬干草汤 一下去了以后 这个脚会热起来 你治干草重用啊 好心脏热起来 白勺呢 然后让血液回来 脚一热起来以后 这个热的温度 就可以把累积在脚上的瘀血融化掉 那你那个吃阿斯匹林 或者吃那个西药 越吃的时候脚越越冰 代表你错了 所以终于活血化瘀 是这样子来的